好,那接著再下去,就是價錢和供應的情況 沒辦法,這裡你要先想回它本身的情況 那Flower呢,它就是一個input來的 Bread呢,就是一個output來的 那所以說它當那Flower的價錢貴了 其實就是講了它的cost of production 貴了 那所以呢,Bread的supply應該會跌了 那所以是對的,一ok 那牛這個的話,和牛皮應該就是joint supply 那所以當牛的價錢貴了 quantity supply of牛就多了 那所以以至到你殺多了牛,牛皮的supply都會因為這樣多了 那所以這個錯了 那車和gasoline呢,我們就會說車是一個output來的 gasoline是一起用的,所以它們就是complement來的 那所以當車的價錢是升了,就是quantity demand for這個車就跌了 因為你要用demand那邊就要想 因為complement嘛 那所以gasoline的demand就是因為這樣跌 那跟supply沒有關係,所以3不適合 你要選擇boid,17提 那都是只有56%能量到的 那commercial Buildings和Industrial Buildings就是competitive supply 那就可以動一次了,當commercial Buildings比較貴 那就會多些生產商製造這些buildings 那由於它們是comparative supply,所以supply for industrial就跌了 你一定要用這些模式去想的 也要知道它的顏色,那你才會知道 我一開始要用law of demand去想 還是law of supply去想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OK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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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?